《美国文化中的自然瑰宝》第20章 《滇江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 作者菲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在哥伦布世界博览会期间举行的 美国历史学会会议上论文宣讲节选 1893年7月12日 关于1890年人口普查的最近一期局长公告中 出现下列语句 截至1880年 我国尚有可供定居的一段边疆 但目前尚未定居的区域已经变得如此零散 以至于仍存在某种边疆线的说法很难立足 有关这一边疆线规模及其向西拓展等议题 已经不该在人口普查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简要的官方通告 标志着一个伟大历史运动的终结 时至今日 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西部殖民的历史 空地面积的存在 这一面积的持续缩减 以及美国定居的向西推进 解释了美国的开发进程 制度宪法的形态以及修正的背后有着强劲的生命力 使得这些制度设计具有活力 使之能够应付日益变化的情形 美国制度设计的奇特之处在于 被迫的改变总在发生 以求适应于人口膨胀的变化 诸如跨越大陆所涉及的变迁 战胜某个荒原 以及这一进程中的每一个地域 从边疆原始的经济社会状态发展成为复杂的城市生活形态 卡罗恩于1817年指出 我们是伟大的 我几乎要说我们增长得很快 增长得吓人 他的这番说法点到了美国生活的显著特点 各国人民均表现出发展态势 政治的微生理论已经有过充分的强调 大多数国家的情形是 发展仅在有限的地域内发生 如若某个国家出现了扩张 该国遇到其他处于增长的人民时 将其予以征服 但是就美国的情形而言 我们所遇到的现象则不同 局限于大西洋海岸 我们面临着在有限地域之内进行制度演进的熟悉现象 例如代议政府 简单殖民政府细化为复杂的机构 从原始工业社会未经过分工阶段的 向制造文明的进步 除此之外 我们在扩张的过程中抵达的每个西部地区 在那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演化进程 因此在美国的发展并非表现出沿着某一条单线的推进 而是持续性的在边疆线上回归原始状态 继而在那一地区出现新的开发 美国的社会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在边疆线上相继开始 这一多年反复的重生 美国生活的这一流动性 这一向西部的扩张 连同随之带来的机会 及其与原始而简单社会形态的不断接触 提供了主导美国性格的动能 这个国家的真正历史观 并非是大西洋海岸 而是辽阔的西部 美国的边疆与欧洲的边疆截然不同 那里的边疆有着一条穿过密集人口带有城堡的边界 美国边疆作为重要之处在于 它位于空地的边线上 在人口普查报告中 边疆被认作是每平方英里居民密度 在两人或之上的边际以外地区 这一术语具有弹性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 无需严格定义 我们将讨论整个边疆带 包括印第安人的地区 以及人口普查报告中 所谓定居区域的外部边际 本文无意对此主题做出完整的研究 文章的目的指示将边疆视作富饶地带而进行调查 并提示若干随之产生的相关问题 在定居美利坚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到欧洲生活是怎样进入美洲大陆的 美利坚是怎样调整和发展内生活以及欧洲的反应 我们早期的历史是对于欧洲生物体在美洲环境下发展的研究 研究制度设置的学生 将注意力过多的放在了来源于德国的东西 关注美洲因素太少 荒原主宰着殖民者 荒原所见识的是欧洲人的服饰 工业 工具 旅行方式 以及思想 欧洲的移民 从铁路车厢被放进了画树独木舟 来者脱掉了文明的外衣 而穿上了打猎用的汉衫和陆皮靴 来者被放进切洛基人和伊洛阔斯人的原木小屋 四周建起了木栏 不久之后 欧洲移民种上了印第安玉米 用尖利的木棒耕地 声嘶力竭的高喊 简而言之 在边疆地区 起初的环境对于人们过于严酷 人必须接受外界环境的条件 不然就要消失 所以来者要适应印第安人开辟的地盘 沿着印第安人的小径走下去 渐渐的来者改造了荒原 但结果并非是老欧洲的模样 并非是简单的德国生物体的发挥 并非是粗看好似德国印记的复原 事实上这里出现的是属于美利坚的新产品 起初边疆在大西洋沿岸 那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边疆 向西移动 边疆变得越来越美利坚化 连绵的冰川 造成绵延不绝的冰气体 因而每一个边疆在其身后都留下痕迹 当边疆被人占据之后 那里依然有着边疆的特征 因此边疆的拓展意味着远离欧洲的影响 在美利坚的线路上成长起一个稳定的独立体 在研究这一拓展 了解在此两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 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果 需要研究我们历史中真正属于美利坚的部分 在西部水面上兴起的蒸汽航运 伊利运河的开通 以及棉花种植在西部的扩展 史侯众国在此期间添加了五个边疆州 格伦德在其1836年的写作中宣告 美国人到西部荒原广泛移居 在死寂的自然界范围内扩充地盘 看来是他们内在扩张力量的实际结果 股东社会各个阶级 不断的将总人口中大量的人员 投入国家最边远的疆界 这股扩张力量为的是实现发展而获得空间 以前未出现过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是按照同样的原则而形成 这再次表明还会出现进一步的外延 这种趋势定然继续下去 直至这一进程最终出到一个实质上的障碍 从而必须停下来为止 土地赠予所催生的铁路建设 将涌起的移民潮推向远西 美国的军队在明尼苏达 达克他以及印第安特区 与印第安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战斗 到1880年为止 定居的区域被推向密资安北部 威斯康辛以及明尼苏达 沿着达克他的若干河流 在黑岭地区 扩展至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等地 在科罗拉多的开矿 吸引人们到那一地区建立了零散的定居点 蒙塔纳和爱德河也接纳了定居者 边疆出现在这些矿业开采营地和大平原的牧场上 如前所述 人口普查局的主管 在其针对1890年的报告中宣告 西部各地的定居点分散的比比结实 很难讲边疆县依然尚存 在大西洋的边疆线上 你可以研究相继重复发生的生物体过程 我们经历了复杂的欧洲生活方式 急速坠入荒原的简单原始状态 这条边疆首先遇到的是印第安人问题 涉及到公共领域的设置问题 新老定居者相互交往的方式 政治组织的延伸 宗教与教育活动等问题 为某条边疆而解决上述那些 以及类似的问题 均为下一条边疆提供了指导意义 然而 尽管有着这些相似之处 由于地点和时间不同 本质的差别依然存在 显而易见 密西西比河的农耕边疆 有着不同于洛基山采矿边疆的条件 太平洋铁路通达的边疆 经过了标准的勘测 受到美国陆军的保卫 定居者们每天乘满载移民的船只而来 他们迁移的速度更快 所采用的交通工具 与所称作的画树独木舟或马车抵达边疆的那些人们极为不同 地质学家富有耐心的研究过古代海岸线的痕迹 对那些地区绘制了地图 与新旧变化做过比较 因此 美利坚的文明是沿着地质所形成的动脉而推进的 一浪高过一浪 最终直到拓宽了原住民曾经往来的窄道 使之变成交织在一起的现在商业线路的复杂迷宫 荒原已经被一条条不断增加的文明线路来回渗透 最初简单而呆滞的大陆 不断地生长成为一个复杂的神经兮兮的体系 如要理解我们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今日的形态 与其将之视为若干个孤立存在的州与州的集合体 必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凝结 这一从野蛮状态的进步过程中 有着可供进化论者研究的主题 农民的推进来自于清晰的一股股浪潮 在佩克于1837年在波士顿发表的西部移居指南中 有着如下的段落 总体而言在西部所有的定居点 犹如海浪一般的三波人士相继涌入 第一波是开拓者 他们主要靠着采集被称之为地界的范围内 所自然生长的植物以及狩猎动物 来维持其家庭的生计 此类人的农事活动属于粗糙型 大多自力更生 其精力主要集中于种植玉米和自家食用的蔬菜 他们当时是土地的占有者 不支付地租 自我感觉好似独立的领地主人 每个拓荒者拥有一匹马 一头牛 一两头肿猪 他带领家人打入森林之中 他成为一个新郡的创建者 甚至可能是一个粥 他修建木屋 招来另外几户情趣和习惯相似的人家作为邻居 住在当地 直到该地界差不多已被征服 打猎变得不大靠得住 或更为常见的情形是 四周的邻居拥挤起来 道路 桥梁 以及田地 变得颇为凡人 此时的拖荒者 感觉其活动空间变得欠缺 于是 他便向更高的树林中挺进 开辟出一块新地界 或者 前往阿肯色 或德克萨斯 让同样的过程 重新再来一遍 下一波移民 购置土地 增加一块又一块农田 开辟道路 在小溪上建造简易桥梁 在修建的木屋上面 安装玻璃窗子 并且安上砖石烟囱 偶尔还会种植果园 建造小型作坊 校舍 村公所等等 俨然出现了 普通而简易的文明生活的图景 第三波接踵而至 来的是 带有资本 和企业之人 这些定居者 为出售产业 做好了准备 并且利用财产升值来获利 他们进一步向内地推进 从而变成了资本家和企业主 小村庄成长为宽阔的市镇 出现了砖石结构的大楼 广阔的田间 果园 花园 学院 以及随处可见的教堂 宽服 容面衣服 丝绸制品 卖办草帽 黑沙筹 以及所有的精制品 奢侈品 雅制品 无聊制品 时髦物件 等等 不胜枚举 就这样 一浪接一浪的移民潮 向西涌去 真正的拓荒 乐园 仍在更远之处 最初两波的移民者中 一部分人在大迁徙中停下脚步 改善自己的习惯和条件 升入更高的社会层面 现已大致勾勒出各种边疆的轮廓 以及他们的推进方式 主要是从边疆本身的角度出发 接下来我们可以探究东部和旧世界 所受到的影响 由于时间所限 我只能快速提及一些更为显著的影响 首先我们注意到 边疆促进了美国人民 所形成的复合型国民性 东海岸绝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人们 后来几波大陆移民 则流向控制的土地 这是早期殖民时期的情形 大部分针对国家政府权力的建立 而致敬的法律 在政府运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这些立法均以边疆为条件而制定 起草人讨论到关税的议题 内部改良作为奴隶制的附属条件 然而当美国历史被正确的审视时 就会发现奴隶制问题是一个意外的事件 从本世界上半叶结尾到内战结束的期间里 奴隶制上升为头等大事 但远非排他性的重要问题 民族主义的增长 以及美国政治制度的演进 靠的是边疆的拓展 正是西部国家化的倾向 将杰弗逊的民主改变成了门罗的国家共和主义 以及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 1812年战争的西部 克雷本顿以及哈里森等人的西部 虽被中部各州和海岸一带的山系所隔断 却有着与国家修其与共的倾向 借助河流之父的大潮 南北相会 并融为一个国家 周济间的移民持续发生 这是一个思想和制度设置 相互交流 从而相得益彰的进程 在西部边疆发生的 关于农历制的激烈斗争 并未降低这一真理的正确性 反而证明了这一说法却有真理 奴隶制有着不易消失的局部特征 但在西部不能保持局部性 作为伟大的边疆者宣告 我认为这个政府不能容忍半奴隶 半自由人的永久存在 要么是奴隶 要么是自由人 没有什么比国家内部的交往 更适合于民族主义 人口的流动是地方主义的死敌 西部的边疆 让人口处于动态之中 起到了不可抗拒的作用 其影响从边疆传了回来 深刻的影响了大西洋沿岸 甚至影响了旧世界 然而边疆的重要影响 是促进了这里和欧洲的民主 如前所述 边疆强力推动了个人主义 在荒野环境下 复杂的社会陷入一种 以家庭为基础的原始组织形态 这一趋势是反社会的 产生对于控制的憎恶 特别是任何形式的直接控制 税收人员被视作压迫的代表 奥斯古德教授 在一篇优秀的文章中指出 殖民地普遍存在的边疆条件 是解释美国革命的重要因素 在那里 个人的自由 有时与政府的有效管理缺失 混为一台 同样的状态 有助于解释 为何在立国期间 确立强有力的政府困难重重 边疆的个人主义 从一开始便促进了民主的声称 在合众国存在的最初25年期间 加入美国的边疆帮州 其加入有着民主选举的附加条件 这对于民众受到吸引 而早先加入的州群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反作用力 参政的延伸变得至关重要 纽约西部于1821年 迫使该州宪法 扩充了选举权 弗吉尼亚西部 迫使潮汐地区 在1830年形成了宪法 添加了自由度更高的 选举权力条款 给予边疆地区 更接近于潮水地区贵族 所享受的比例相乘的代表权 民主作为国家意志 有效力量的崛起 发生在杰克逊 与威廉·亨利·哈里森掌权的西部 具有优势的时代 这意味着边疆的胜利 既有全部好的方面 同时也不免具有全部罪恶的因素 只要还有空地 就存在扩大能力的机会 而且经济力量是政治力量的保障 然而自由土地所孕育的民主 含有强烈的自私成分和个人主义 忍受不得行政上的实践 也不服从于教育 让个人的自由超出适当的界边 既有利处也有其危险 美国的个人主义 允许政府工作产生松弛 这种局面有可能造成不良体系的出现 因缺度高度发达的公民精神 而导致的恶劣行径表现得清清楚楚 还需指出的一点是 由于边疆形态的影响 营商信誉不够严格 出现货币贬值以及非法经营的银行业务 边疆的生活条件产生出十分重要的智力特征 从殖民岁月开始沿着每条边疆流动的人员 展示出某种共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虽然渐渐弱化 但仍然带着起源地的痕迹而保留下来 即使更高等级的社会组织取得了成功 其结果是 美国才智所引人注目的特征归功于边疆 那种粗糙和力量与敏感与好奇的结合 那种脚踏实际的精神 心灵上的创新性 急于寻找权益之计 那种对于物质材料的熟练掌握 虽然在艺术上有所欠缺 但追求最终效果的力度 那种躁动不完的能量 那种主导性的个人主义 善恶坚而有之 与自由一并而来的 生动活泼与精力充沛 这些通通是边疆的特征 或是由于边疆的存在 而焕发出来的特质 自从哥伦布的船队 驶入新世界的水域起 美利坚已经成为机会的代名词 美国人民从联盟不断的扩展 获得了他们的基调 边疆不仅向他们张开了怀抱 而且是强加于他们的机会 草率的预言家会宣称 美国生活的膨胀性格 现已完全终止 迁移是其支配性的事实 除非这一训练 对于一个人民没有效用 美国的能量将会继续要求 更加广阔的锻炼场地 然而自由土地的礼物 将不会再度自行献身 短时间内在边疆地带 稀疏的纽带处于断裂 放纵的行为洋洋得意 干净的石板并不存在 难以驾驭的美国环境 就在那里 专横的船票写着苛求的条件 船程的形式方式也摆在那里 此外 除了环境之外 也无论习俗如何 每条边疆 的确提供了全新的场地机会 一扇逃离旧日束缚的大门 伴随边疆的是新鲜感 信心 对过往社会的鄙视 挣脱往日社会的思想束缚的渴望 及其经验教训的末世等等 希腊人所面对的地中海 及打破习俗的纽带 提供新的体验 呼唤建立新制度 和开展新的活动等等 日益退缩的边疆 正是美国所直接面临 而更为遥远的欧洲 也同样面临的情形 现在 从发现美洲的四个世纪以来 在宪法实施之下 一百年生活的末尾 边疆已经消失 随之结束的是美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